今天我要组个团 古今明幻往里传 不愧是大唐的前辈 一张口就是一句诗 没办法 李白袖口一吐就是半个圣堂 我这都是被他熏透的 都说贵妃捧艳 历史脱靴 原来是臭脚熏的呀 我打死你 在座的都是明幻 也就是我糟糕的徒子徒孙 您觉得咱们这样的还能有子孙吗 不是 你这一脸胡子 贺门爆棚的哪像个烟人 史书记载 我铜皮铁骨 力大无穷 还长着一把胡子 没办法就这么瞒 怕是没歇干净 谁呀 牛都吹上天了 说自己呗 你有我呗 你又是谁 大明航海第一人 永乐皇帝贴身爱将 威震西洋的海上天子 三宝太监正和事 可给你牛逼坏了 我问你 你打过仗吗 那你是问到我的专业了 在静难之役中 我立有大功 下西洋的时候 消灭海盗陈祖义 粉碎西兰王 生情苏门达拉的苏干辣 还把非洲的长锦路抓回北京 献给了我家永乐地 还敢问我打没打过仗 我也不差 长兵权二十年 权倾内外 打西夏 平方达 攻辽国 谁说北宋没有武德 老子就是宋莫军魂 北宋都没了 你这军魂 住口 你们不要骗我这个老祖宗 你们的底细我都知道 同官你以简校太尉身份 出使弃丹 还被人问到 用宦官为使臣 难道国家没人了吗 皇上说我懂军事 为名远播 查看敌国 也是良策 我连金灭辽 收复燕云 以宦官身份 被封为广阳郡王 你们谁有 你怎么不提自己打了多少败仗 祈求金兵带取燕金 以百万贯钱赎回空城 暴露了宋军虚弱的事实 埋下了靖康之耻的伏笔 但我余国有功 当时人们称呼蔡京为公相 我同贯为傲相 傲 年老的妇女 你跟蔡京 梁思成 李燕 王府 朱勉 这五个奸臣 何称为百宋六贼 祸国殃民 还好意思摆功劳 怎么 我是奸臣 你就不是了 你名声比我还臭吧 臭 有死了的秦始皇 和那一车鲍鱼臭吗 你是个狠人 我可是帮秦始皇 干了一件 他想做 却做不了的事情 秦始皇言出法随 还有做不了的 秦始皇 灭六国完成统一 但是那时候 是战国七雄 我帮他完成了 灭秦这项重要的任务 我 糟糕 为什么你一直对我 不对正和 正和给咱们太监掌了脸 是太监里的天花板 纠正你一个错误 我只是一不小心 变成了太监 这我得记下来 一不小心 司马迁 亲你好 谁是你的亲 我问你 你为啥在史记里 把我写成那个样子 我是个史官 只是如实记录而已 后世都说我是大坏蛋 我比豆鹅还冤 要说冤 我才是真冤 所以说 做人不要嘴欠 你看你 李宁投降凶奴 看我爹正在气头上 你非要替他说情 怎么样 刀口长好了吧 我那是围观青年 没钱给自己叫赎罪金 再说了 我还有史书要写呢 得活下来 哎呀 就这一寸两寸的事 至于这么闹心吗 关键是我回家了 我老婆怎么看我 叫老公 不是了 叫姐 也不对 我女儿怎么看我 叫妈 不是了 叫大姑 也有点不妥 话重点 司马迁有老婆 有孩子 我这是偶然获罪 跟你这种从小干这行 都不一样 再说了 你不还有女儿吗 你也有孩子 多点金鸡 多点帮手 要不是我女婿 闲阳令 言乐帮忙 撒前二世的时候 我一个人还真忙不过来 你让我哭哭 糟糕 什么仇什么怨 你密不发丧秦始皇 搅乱秦朝阵局 还杀害了二十皇帝 秦朝让你祸太透了 街机仇 血海深 我长辈是罪人 从小就是秦朝奴隶 我还是个造人 自然天生带着反秦情绪 不是吧 你不是为了自己称王吗 然后百官不仇 你才立的紫英 我 那是我有宏图大志 我看你是不忠不孝 那你呢 你就忠于唐朝 问心无愧 我是岭南圣母显夫人第六代孙 曾祖冯奥 祖父冯之代 父为冯君恒 都是朝廷忠诚 要不是因为小时候受千年入宫 也许也是一代岭南王啊 冷知识 高丽氏入宫的时候 当正的是武则天 那这算救了你啊 要是没这事 你没准就给武则天当男秘书了 那张昌宗张义之兄弟的下场 想想都后怕 你们脑补什么呢 那是我本性忠蠢 聪明能敢 祝玄宗平定伟皇后和太平公主之乱 深得玄宗宠信 观之票棋大将军 奉齐国公 不比你同贯那个什么郡王差 高丽氏被誉为千古闲患第一 得知玄宗驾崩 吐血而死 这份忠心 我是佩服 小郑啊 你跟朱棣的感情不是也很好吗 我陪葬主任唐玄宗 你没有陪着朱棣啊 没有 为啥呀 他在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时候 死在了印度谷里 啊 干净又维生 干净又维生啊 兄弟们 ew- 课– 课–